大家好 第18届中纪委终于落幕交往了 今天要说的话题就是 本届中纪委在他谢幕的时候做了个结束动作 但是牵扯出一个悬疑的问题 与习近平在十九大上要冲刺的目标是有关的 咱们先说10月9号这天开的第18届中纪委的第八次全会吧 这是标志着本届中纪委的落幕中盘 但是不管是在中纪委自己的官网上 还是在官方媒体上都只有很简短的报道 说王岐山主持会议并且简化 但是他具体讲了什么 没有说 特别是有没有提到自己未来的去向 更是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这次会议的主要工作是把本届中纪委提交给党代会的工作报告定稿 那么这个星期三也就是10月11号这天要开中共的第18届七中全会 也就是第18届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次全会 那么会上的会审议中纪委的工作报告 中纪委报告里面的内容 也就是反腐的成果了 会被当成本届中央最重要的政绩 被纳入到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里面 然后再提交给第19次党代表大会 所以到今天这一步基本上都是按部就班 只不过中纪委在落幕前的结束动作里面 有一个动作是有点意思 就是除了10月9号开这次全会 同时还处分了几个高官 是三个人 一个是公安部员政治部主任夏崇源 一个是重庆市原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何挺 再一个是重庆市原副市长 慕华平 这三个人呢其实都算是从轻发落 何挺是开除党籍 降为非领导的副处级职务 提前退休 夏崇源和慕华平呢是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 分别降到副局级和副厅级的非领导职务 其实也算是打入令策永不续用的意思 只不过是留了点情面 保留了一个比较高的级别让你安全养老吧 这三个人里面 何挺和慕华平 都是重庆的 而且何挺和慕华平的罪状里面都有一条 叫做为谋求职务晋升搞攀附 这就有点意思了 那你说他攀附的对象是谁 当然直接的 就是顶头上死孙政才嘛 所以说 中纪委的这个罪名呢相当于暗示 他们叫孙党 那都是孙政才一党 孙政才本人被重罚 可是他两位孙党成员 被从轻发落 这是为什么呢 何挺和慕华平 在孙政才倒台之前就处于消失状态 此番被从轻发落 当然很可能是交代了有关孙政才的诸多内幕 所以就导入到我今天重点想说的话题 就是 中纪委在落幕之前暗示有孙党的存在意味着什么 以及拿孙政才记齐 双开了孙政才已经过去了这么几天嘛 这段时间内到底起了多大作用 9月29号 新华社宣布开除孙政才的党籍和公职 其实在那天的节目里面 我并没有专门去探讨说开除孙政才那么在19大之前这个招数能够对权斗起了多大作用 我并没有直接去说这个话题 因为我想再等一等看 我看看各地如何表态 以及喉舌媒体上会不会有更多的深入接批孙政才的文章出来 施加更大的压力 那么现在过了十一长假 我觉得可以做个总结 就是我们之前说过几次 19大之前双开孙政才会是一个比较强烈的信号 强烈在哪方面呢 首先啊 咱们说中纪委他既然7月份抓了孙政才 他就有压力 在本届中纪委 交棒落幕之前 他给个说法 交代个结果 他确实不便于把这个工作留到下一届中纪委 所以说给个说法本身 不是强烈的信号 他不能算很强烈 信号强烈与否 是在于给孙政才 安多么严重的罪名 那现在给孙政才定的罪名里面 是以政治罪名居首了 语气的强烈程度 大家也都知道 是超过了以往几个被打倒的政治局委员 开头的几句话就是孙政才 动摇理想信念 背弃党的宗旨 和丧失政治立场 要知道当年开除薄熙来的时候 陈述他罪状的头几句话呢 还没那么严重 只是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在王立军事件和 谷开来故意杀人案当中 滥用职权犯有严重的错误 负有重大的责任 当初开除薄熙来的时候呢 重点是说他有责任 有严重错误 开除周永康党籍的时候 罪状的开头几句话是 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保密纪律 这也没有孙政才严重 在陈述郭伯雄和徐才厚罪状的时候呢 还是把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 摆在前面了 所以说孙政才的罪名严重程度确实是超过了前面所有的人 那给他安的罪名越大 也就意味着习近平拿他祭旗想要实现的目标越大 他是为了增加这张牌的分量来威慑他人 很自然的 一个背弃了党的宗旨 丧失了政治立场的所谓坏分子 他还作为党的接班人被培养过 甚至不久前还有人为他说话 推他上位 那请问你居心何在呢 那这些支持孙政才的人 你们治党的事业于何故呢 今天孙政才的所谓真实面貌 大曝光 那当初栽培过他的人 推举他的人 那你们 还有什么资格对未来的人事安排指手画脚呢 对于习近平要修改党章的努力 你们又凭什么设置阻碍呢 大概就是营造这么一个氛围 这是双开孙政才的强烈意图之一 另一个强烈信号 那当然就是 双开孙政才这个事情体现了中纪委与习近平之间 保持相当好的默契关系 合作关系 如果两者之间在处置孙案的罪名和方向上有分歧 那办案时间短和罪名很严厉 这两件事情就不太容易兼顾 孙案的调查过程肯定是按照习近平的意图来办理的 他是得到习近平的认可之后 中纪委完成了那份关于孙政才严重违纪的审查报告 再提交给政治局开会来点头背书 这个过程呢就好比古代的皇帝收到举报 说某大臣有不轨的举动 有不臣之心 先将其革职拿问 交刑部查实 异罪 那刑部领职以后完成调查过程 拟议了罪名 交给皇帝 皇帝一看跟自己要达到的目标不一致 那就会驳回刑部的报告 要求刑部在意 那中间这个过程往来几遍多一点的话 就会造成过程的延宕嘛 他就不会办理的那么快 现在孙政才案的调查过程完成如此之快 罪名又破了先例 没有丝毫的含糊 那当然就是中纪委在忠实履行 习近平意图的表现了嘛 上面呢是把我以前的观点再补充说明白了一些 但是我今天讲孙政才案 并不是要炒冷饭 而是要从第18届中纪委的谢幕动作里 从他处分和挺和慕华平里面 引出孙党的后续悬疑 在孙政才被双开那集节目里面呢 我说 我严重怀疑孙政才 房峰辉张阳这些人是前后相随密集落马 是因为他们共同卷入了某项阴谋 我提出了这个猜测 他们火速被拿下是符合紧急止血的特征 符合对阴谋活动应急处置的特征 那有朋友就不同意了 说破大天去你也是没啥根据嘛 你也在这猜嘛 不错 我确实是在猜 只不过今天的猜呢 又多了一点点根据 就是处置和挺慕华平的罪状 都说他们为了晋升稿攀附 点出了他们和孙政才之间的关系 孙党是存在的 那么孙党既然是存在 就不仅仅是孙政才自己的下属 也应该包含有他的同辈 甚至是上级 要知道中共的权力斗争从来都是无党不成乱呢 从来就没有人说 单枪匹马搞阴谋 在文革结束前 基本上你打倒一个政治局委员 都能扯出一票 都能扯出一个反党集团来 现在虽然不用反党集团这个词了 不过当局他会用各种方式暗示你 其实反党集团还是存在的 比如说薄熙来 他不是单枪匹马吧 他不是独狼式的阴谋分子吧 他头顶上得有人照了 就是周永康 王立军事件出来以后 周永康曾经给他六条指示 同一集就是同属于政治局委员 这一集里的薄熙来和徐才厚交好 他的下属里面还有一大票 所谓的博王余独的官员 这是薄熙来 这一条线索 他有他自己的党羽 令计划与周永康也是有交集 周永康帮他掩盖了他儿子令谷的法拉利车祸案 两人结盟 令计划的下属里面是有一批中央办公厅的官员 一批副主任和局长作为他的党羽 栗战书接任中央办公厅以后还进行了大清洗 在外围呢 令计划还有一批山西级的官员和商人为羽 这是令计划这条线索 这是令党 对吧 这些反对势力你看他都盘根错节有着联系 其实最终都连接到中共的元老阶层 这也是靠腿肚子都能想明白的事 因为薄熙来令计划这些人哪怕你想谋多大位 你有这个野心 毕竟你的实力还是有限嘛 特别你根基肤浅 前任的元老们他在中共党内那是举足轻重的力量 是薄熙来令计划们一定要去争取的力量 他们必定在结交自己的党与同时还得谋求元老当中的一部分人对他们支持和背书 你看以今日习近平之强还不断有媒体说 他的人事方案要得到江泽民胡锦涛的支持 薄熙来令计划们他们你说不在元老当中找靠山靠自己那点力量就想谋逆作乱 这可能吗他敢吗他就算谋逆成功 他也得想想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位置 这是 往上面的那条线 再看他手里的掌握的真实力量 周永康本人他就掌握着公安武警部队和国安的情报力量 周永康自己手上就是有枪杆子刀把子 令计划呢 好歹手上还有中央警卫局 是负责中央领导人的保安 力量虽小但是毕竟是大内侍卫 位数公平啊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薄熙来虽然是地方大员不直接长兵 但是他和徐才厚关系匪浅 很多媒体都披露过啊这里我不再复述了我认为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要不然为啥令周博徐这四个人被称为新四人帮呢 也有人把这新四人帮里的徐才厚换成郭伯雄 总之他都是有军方高层势力卷入 所谓新四人帮也是在暗示这些人之间是有关联和串谋的 薄熙来除了他在开两会期间表现出来和徐才厚的关系很亲密之外 王立军的事情一出来你看他干了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跑到昆明去 访问他父亲薄一波一手创建的第十四集团军 所以我们看这些党内的枭雄他们的思维 他没点枪杆子撑腰 他是不敢掀起任何风浪的 这个第十四集团军是薄一波一手创建的 大概其后历任的这个集团军的主官都和薄家有渊源 都是薄家在军队里面埋下的一条人脉 咱们再倒回来说孙政才一党 现在中纪委已经点名了 和挺木华平 就是孙党 那么按照咱们刚才讲的 共产党内谋逆作乱的一般规律 你说他手上没点枪杆子 没有老领导的撑腰 他孙政才凭几个下属官员 就敢犯政治错误吗 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 房峰辉和张阳这些军方高官被突然免职 和孙政才倒台的时间很接近 你是不是觉得这里面关联系数更大了一点呢 最后还是来看所谓的老领导 毕竟孙政才很长一段时间 他就是有接班人的身份的 就是很多人对他抱以这种期望 他未来会上位 那他和老领导之间的逻辑联系 其实比薄熙来和令计划还要强一些 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前 重处孙政才 逼老领导退让的意味 那也就更加浓厚一些 咱们可以脑补一下 你说是谁给了孙政才这么大胆子 你凭你一个重庆市市委书记 你就敢严重破坏政治规矩啊 你是不是从某些老领导那里 也得到了一些许愿和支持啊 那么好 今天习近平就拿着孙政才的供词 去找老领导 或者说暗示吧 就说孙政才 交代了一些问题 牵扯到了中共过往的高层 那么 老领导们是不是应该给小辈们树立个榜样 应该率先垂范 以党的大局为重啊 那老领导们 那可能就会有点压力了 怎么个率先垂范立好规矩呢 那当然就是要和孙政才这种蔫坏 洋奉淫为的坏分子划清界限嘛 就是要以实际行动 支持习总书记嘛 支持习总书记修改党章 支持他的人事安排 等等等等 那么拿孙政才或者孙政才所卷入的阴谋活动 来攻坚老领导 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宣布双开孙政才已经过去了 差不多10天了 我等了这么些天 看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暂时还没有 更加升级的揭批孙政才的举动出来 关于习近平的本人宣传 在19大之前也确实在升温 可是 暂时也没有出现习近平思想这种直接的提法 人民日报在10月9号登录一篇文章叫做《灵听伟大复兴的时代脚步》 时代足音 是说习近平在谋划治国理政的新思想 新理念 新战略 他仍然是这种有限制语的说法 而不是直接冠以习近平思想这五个字 中央政策文献研究室刚刚出了一本书 叫《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书摘》 人民网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呢 也没有直接出现习近平思想这个提法 所以现在看起来 直接把习近平思想这五个字加入党章的难度 还是有 所以拿孙政才记齐攻坚老领导 恐怕也还没有达到所向披靡的那种程度 当然距离十九大召开 你掰着指头算还有十天左右的时间 包括十九大会期之内 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突破呢 也可能有 那我们就静观其变吧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